你们有听过吸引力法则吗? 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的是 世界上真的有心想事成这件事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透过吸引力法则 找到她现在稳定交往多年的女朋友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以及吸引力法则背后所拥有的原理及方法 大家好,欢迎来到思维评图,我是阿芷 富人思维、心理学、财商知识、科技趋势 还有那些学校没交代要能帮上你的事 在这里我们都会告诉你 如果不想错过,那就按下订阅 让我一起成长 刚开好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的朋友就是经历了两三次不太OK的恋爱经验 每一次他都是被提分手的那个人 女朋友们对他说 我觉得你对我太好了 我没有办法像你对我那么好一样回馈你 所以我要力很大,我们还是分开吧 他每次听的都觉得很不解 难道对女友好会是一种错误吗 他真的是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要沉浸了很久 最后呢,花了一年的时间 才终于沉淀下来 给自己勇气 去面对好准备下一段恋情 吸引力法则分三个步骤 第一个是要求 你必须要非常清楚你真正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用说的也可以,用写下来的也行 把你想要达成的目标明确详细的告诉宇宙 向宇宙下订单 像我那个朋友他那一年才21岁 他立下的目标是他想要找到一个可以陪他共度一生的伴侣 那时候很神奇 他就是从他的样貌啊跟个性 一个一个把条件列出来 从样貌开始 他的发色,发型,五官 然后脖子,胸部,腰部,腿部 这样一路勾勒下来的模样 再呢,他的个性是善解人意啊 然后温柔,会体谅别人等等 他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完整的把这个女孩的形状给勾勒出来 这时候的他已经可以想象得出 如果这个女孩真正出现在她的面前 会长成什么模样了 心理法则的第二个步骤叫做相信 在脑海里面 你必须要相信你已经得到这个目标了 并且你已经把自己的状态调整成 得到这个目标之后的心境跟模样了 像我那个朋友呢 在第一个步骤完成之后 他已经想象出这个女孩表现出来的模样了吧 他开始想象说 他跟这个女孩走在一起 到搭买场去采购生活用品的时候 两个人在讨论今天还有什么东西需要买 等一下买完之后呢 要去吃什么当晚餐呢 那等一下是不是男生 载着女生回家 两个人到家里面整理好这些东西 并且过着美好快乐的生活 他把这一轮全部完整的勾勒出来 然后也想象得很明确 因为他相信他已经得到了这个目标 吸引力法则的第三个步骤叫做接收 准备好接收你的目标的到来吧 如果你只能相信我件事已经成真的话 你也会做出跟这件事相关的行动 那时候很玄很神奇的这件事到来了 就是我的朋友呢 他把第一个步骤的第二个步骤都完成了 那时候他还在念大学 他的科技需要到外面实习 就是到全家便利小店 然后呢 他第一次被分配到的店家 是离他家骑车大概十分钟 非常近的店 但是呢 就是在实习两个礼拜以后 他突然接到了店长 用他调电的通知 但是呢 调电到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过的相声 而且骑车要三十分钟 他都觉得超傻眼的 我们就在这边实习 为什么要把我拍到三十分钟远的地方 但他也是能接受 因为如果没有去实习的话 就会影响到他毕业的学分 所以呢 他调整好自己状态一样 然后骑车到新的店面 在他走进那间全家的时候 他看见收尼台里面站着的那个女生 他吓到了 所以就愣在原地 他发现那个女生全身都在发光 并且 那个女生跟刚才他所想象的目标 有九成五是相似的 所以他才愣在原地 逗 到很快他就醒过来 然后告诉自己 嗯 就是他了 我一定要追到这个女生 我当下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超神奇的 这种故事根本是 偶像剧面才发生的情节 居然真的发生在现实社会当中 而且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所以我花了毫半一段时间去思考 到底到底背后运作的原地 跟他真的这种神奇吗 帮大家复起一下 希腊法则的三个物咒 第一个 设下明确目标 第二个 相信 第三个 准备接收 我觉得如果你想达成什么目标 你真的要非常详细 明确的立下来 并且把所有的心象都写下来 这个是巩固你 想要完成的性质 就是不是只有空想而已 你看去这边去思索一下 你得到这个目标以后 你所得到的成就感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 就是相信嘛 就是要更勾会出 你已经成功达到之后 你会多么的开心 多么的有成就感 但是这当中需要注意的是 你不能够带有任何一点 我觉得我身上的目标 好像太浮夸了 我觉得我身上的目标 好像不太可能达得到 我写这样子 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你这么一点 怀疑自己的心思都不可以存在 就会影响你得到目标的感觉 那我想要总结一下 就是性力法则 它的最大重点 其实就是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就是对自己有自信 一旦你对自己有自信 相信自己的能力 是可以得到这一切的话 那你就会变得比较无比了 刚才有讲到嘛 就是你相信自己 所以如果在你发现 你自己好像还有哪些能力 需要改进来或加强的话 你会很明确的知道 然后去想办法 或者是去上课啊等等的 让自己的能力更加的从事 这样子才能够在得到目标的时候 过程更加的顺利 这样子 所以呢 相信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有力量的事情 往这么的方向去想 相信自己 你就会努力的去实践它 这就是帮助你 更快达到目标的 那一个小费宝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边咯 希望大家看完影片之后 都可以鼓起勇气 把你想要的目标 一下来一下子写下来 然后相信自己 可以达成目标 我们一起离成功 更进一步 每周四的晚上六点 我都在发新片 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 告诉我们 你还想要看到什么样的内容哦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拜拜